玉珍委員 菁菁 菁菁 你好 嗨 委員請教你一個問題 因為我記得你上次來我們節目的時候 你有講說 如果台美關係這麼好 那乾脆美國上次次親來的時候 乾脆就宣佈建交好了 我不說宣佈 就應該追求 建交的方向 因為昨天外交部長吳釗謝有這樣的說法 你怎麼看 史上關係最好的時刻 那當然這個時候 是建交最好的時刻 那當然我有聽到王世堅議員有在講 說這什麼名媒政取什麼關係好認定什麼 那關係好就名媒政取啊 登記他有沒有 就是證聲啊 證明的機會啊 就讓我們跟你有正式的關係啊 不然那個 你怎麼知道這個 等到川普總統選完 因為現在11月3號以前 川普最需要台灣的這個時候 等到選完以後 萬一他又跟中國大陸沒來遠去呢 對不對 他要我們做什麼 你聊久的意思嗎 所以你覺得現在這個時間點可以是不是 而且外交部長真的不適合這麼說 外交部長這麼說 在公開的告訴全部在外的時間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邦交國 我們有很多邦交國 然後他是在跟大家講說 不用爭取邦交 不用爭取建交 我當然說這是副交 中華民國跟美國的副交 那他在告訴其他的國家說 外交部長公開這樣講 事實上是一種 退卷的行為 他是在跟全世界的 我們駐外的外交也就是說 你們努力的方向不是去爭取建交 不是只有美國 因為我們很多邦交 還有一些我們沒有官方關係 我也希望有進一步的官方關係 中華民國在國際上 必須要可以揚眉吐氣 這個本來爭取建交 有邦交就是一個最好的保障 也是彼此最莊嚴的一種承諾 這個剛剛王世堅議員有講這個結婚 當然不然就這樣講 大家聚焦不用結婚就好了 有那一張紙 當然就是一種莊嚴的承諾 我覺得副長會這樣講 可能因為現在局勢緊張 他自己退卻了 不過沒關係我們不能怪他 如果我們一直怪他 我們就會落入 像民進黨一樣 那種麥卡錫主義 秀卿我插一句好不好 郁甄委員 世堅議員要回應你 秀卿我插一句 郁甄委員 我聽不清楚 郁甄委員 美國跟中共是不是眉來眼去 這個不饒你費心 你管好你們自己 不要跟中共眉來眼去就好了 不是我們自己 我們要跟美國 管好你自己跟你們國民黨 人家美國要不要跟中共 怎樣往來眉來眼去 他家的事不是嗎 我們身為如果是外交部長 外交部長要爭取的 當然是中華民國的最大利益 在外交上面的最大利益 那跟美國建交比 不跟美國建交對我們有利 對不對 這只維持 只維持 非官方的關係跟維持官方的關係 官方的關係當然是對我們 中華民國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我們應該往這個方向前進 不能公開說我們不要這樣做 你可以說你現在有什麼困難 沒關係但是你不能說 公開訓說我們不尋求這個事情 他這樣講其實只是因為 前面的話說太滿了 說什麼所謂 史上台美關係最好 這東西可能美國那一方面 有在踩煞車我個人覺得 委員你聽得到我講話嗎 我國的駐外使節這些人員 因為實在是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處境 他聽得到他假裝沒聽到 在這邊軍區要在烙台 我想其實這是外交部一種脆脆的行為 往好的方面講 這叫對中共制度散移 那往壞的方面講 用民進黨一項麥卡錫主義的標準 這個是 我也可以說他們這種就是不愛台灣 賣台的行為 委員你這麼厲害 你怎麼能幫我們台灣跟中國建交 麻煩你國民黨支持跟中國建交 你做不到沒關係 請國民黨加油 這個我不能跟你講 幫忙請國民黨跟中國建交 裕申委員你有聽到3Q歌嗎 我聽不清楚 我聽不清楚 什麼東西 你有聽到剛剛3Q歌在跟你講話嗎 剛剛陳柏惟 柏惟再講一次 能不能麻煩你 你覺得建交這麼重要 可以麻煩你跟那個協助台灣跟中國建交 支持嗎 台灣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支持嗎 沒問那麼多啦支持嗎 你搞清楚沒 誰在當執政黨 那你支持嗎 你剛剛有講對美國的態度 對中國跟中國建交支持嗎 那我們現在跟中國 不是啦不要閃躲啦 你怎麼交我們現在跟美國關係好 你剛剛支持台美建交嗎 是不是支持台中建交 上次那個刺青來是當貼職嗎 他是刺青還是貼職 他一定被貼職了 他不是聽不到他是聽不懂 可能程度不一樣 我是珍惜的 我們是為國家好 有關門關係當然是 有關門關係 沒有關門關係好吧 柏惟問你的意思就是一個問題 他說 如果你支持跟台美建交 陳柏惟啊 你同事 你同事 陳柏惟 3Q哥 3Q哥 你說 那 你可不可以幫忙台灣跟中國建交 陳柏惟主張台灣跟中共建交是不是 他這樣主張 對對對 他是這樣主張嗎 不是他問你 你覺得支不支持 他是主張這樣子嗎 他主張台灣跟大陸建交喔 他可以提出他主張啊 不過我覺得 他問你是不支持啦 他問你是不支持啦 附交比較重要啊 因為大陸現在跟我們根本連溝通交流 我們跟他一間啦 有啦你可以錄影片過去啊 你根本就沒有在台中大使啊 沒有和平的交流了啦 你就可以當台中大使啊 現實的中方就是說我們要 總統 蔡總統已經選擇了這條路 這條路就是跟美國友好 這個好總統已經選了這條路 那怎麼可以現在突然說我們不跟美國 建立什麼全面關係呢 這個根本就是 表示你前面是不是氣球吹太滿 好啦 那也沒關係 謝謝玉珍委員 我們也可以理解啦 好感謝玉珍委員的意見 下次再來節目見囉 拜拜謝謝 拜拜 請教 我先問3Q哥為什麼你要問他那個問題 台灣跟中國建交 他一直其實一直沒回答一直在 其實因為我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我先跟觀眾講一下 今天沒講台語的原因是因為是直播 沒有字幕 我知道你是怕那個五毛聽不懂你的意思 I know 台灣現在沒有辦法跟美國建交以及進入聯合國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全世界 包含台灣在馬政府的時候宣稱 我們支持一中政策 雖然我們名字上叫九二共識 可是實際上對全世界來講叫 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那美國呢 他也講說 就是我知道這件事 我知道但不代表我同意喔 那我知道 全世界都遵守一中原則 什麼意思 如果你要建交 如果你要在國際組織做什麼交往 生意 加入 或者是組織 你都必須只能有一個中國 這個叫 One China Policy 也就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 就沒有中國 這個是事實 那過去中華民國對台灣不好 所以台灣不喜歡中華民國 後來他中華民國呢 由台灣人來做執政黨 大家可以相對可以比較理解一點 所以我們暫時 讓中華民國繼續做我們的 這個所謂名字 叫中華民國 但是在這個就像玩遊戲一樣 我們在註冊帳號 比如說論壇也好 遊戲也好 或者是公司的伺服器也好 我們在註冊帳號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註冊 China 我叫做帳號重複 那帳號重複 通常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申請新帳號嘛 對不對 就換一個名字再進來 啊可是就 這個時候有一個在野黨說 我們不能換名字 我們是中華民國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是中華民國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討論 這個就叫民主機制嘛 大家來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要堅持用ROC Republic 中國 進入這個 包含跟美國建交友 或是聯合國 或者是等等的這個機制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這個名稱上 以及我們實質上有沒有得到 實質的外交進展 包含最近的台美關係也好 外交聲援也好 過去啊 剛剛那個 司機閒議員有提到說 他在美國國會可能有不同的聲音 可是我必須要 這個 澄清一下 幾乎這半年來 所有台灣相關的法案 都是全票通過 意思就是他沒有那個什麼 執政在野黨的分 下一任的總統不管是誰 他也很難去扭轉這個局勢 因為他不是說 有65個人反對 35個同意 不是這樣子 他是全票 也就是說在美國國會的力量 他們是一致的反共 而且親台 我們親美 你怎麼不講美國親台 所以實際上 我們的實質 進展是有的 再來 外交的部分 我們到底要不要繼續用中華民國 這件事情是我們自己要先想好 才能去跟人家交朋友 我現在用中國這個名字 去跟人家交朋友 人家就拒絕 這個全世界都這樣子做啊 不然的話 為什麼全世界在做建交的時候 你只能中國跟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 兩個只能選一個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 如果我們要繼續堅持這個名稱 那我們就必須再等待 那如果 我們想要馬上發生的話 我們必須要有那個決心 就是說我們該換個名字 大家 聽到這裡可能會揮揮啊 奇怪為什麼中華民國跟中華民共和國不一樣 其實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1992年的時候台韓斷交 其實正確名稱一個叫中韓斷交 為什麼 因為那是中華民國跟韓國斷交 台灣從來沒有跟韓國建交過啊 但因此 台灣人會覺得說 你韓國對我不好 實際上他是對中華民國不好 原因是他把當時的大使館 換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用 因為那個叫中國大使館 那裡面不能放台灣的大使嘛 對不對 現在的狀況也一樣 就是如果我們要用這個名字 那就再來討論 如果不用這個名字 我想在推進這個進度上一定會比較快一點 說明 我們要用這個名字的 來看